近日,又有一件发生在高铁上的事件,引发大量网友关注。 两个外国女子在高铁上公然拖鞋,把脚搭到前排。 遭乘客张先生阻止后,竟还对他竖起了终止。 张先生希望借此事件提醒大家,不管在哪里都应该注意素质。 据北京时间3月24日讯息,22日下午30许。 张先生乘坐监护高铁,拒126次列车前往北京。 他记得自己坐在靠中间的位置,靠窗户的乘客想站起来上卫生间。 他站起来之后,无意中看到有两只脚,脱了鞋搭在窗户上。 还有另外两只脚,没拖鞋翘在下面。 随即他发现,翘脚的是后排三位外国乘客中的两位女生。 他一边拍视讯,一边就用手指住他们的脚,示意他们放下去。 结果靠窗的小女孩,就向我述中指。 于是,张先生拍完之后,就跟他们争论了起来。 他觉得另一个外国男生,好像听得懂中文,也知道理亏。 所以一直在说sorry,sorry,后来也没有起什么激烈的冲突。 那男的还赶紧是一两个女生把脚放下来。 鉴于对方已经认错。 张先生也不想再较劲,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 张先生表示,他并不想通过设讯在网络上扩大矛盾, 而是希望提醒人们,不管在哪里都应该注意素质。 我只是想提醒来中国旅游的乘客,你应该入乡随俗。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不对的,尽量要避免。 咱们中国人去外国也一样嘛,都应该注意下素质。 对此,网友们也赞同道,素质无国界。